我们天天听的就是客户 客户如果说有任何的不对 说网站上这不爽那个不爽那是我马上改 但是投资说这不爽那不爽 三天以后他又忘了才去送别人去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坚持在做小公司的时候就这么做 还有一个觉得呢 我认为阿里巴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确实不错 我觉得阿里巴巴有今天绝对不是买 没有买名可以 但没有这个团队 阿里巴巴创业的时候是这个 我们从中国黄业干了三年 最后跟中国电信竞争 中国电信在96年突然发现互联网是未来 然后呢他就开始说跟我竞争 那竞争他是在杭州那家公司是2.5亿的人民币的注册资本 我只有2万块钱的人民币 所以打的反正我后来发现一个道理 从此以来我对竞争啊 我觉得竞争是一种乐趣 竞争是不可怕的 大象是搞不死马一只的 你只要躲得好 所以那时候我很小他很大 天天弄我就躲在小缝站里面 结果他的脚还经常弄伤是吧 然后我们想了各种的 所以后来我跟eBay竞争 今天我们在跟全世界中优秀的企业学习了竞争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在竞争过程中你发现你自己很痛苦 那你竞争一定错误了 竞争应该是让别人痛苦你开心你才是对的 哪有竞争以后你天天自己很痛苦 又是砸桌子又装板灯又是骂员工 那肯定是出问题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跟中国电信竞争以后发现他们也弄不死我们 我们也弄不死他们 我们肯定弄不死他们 对不对 最后说我们坐下来谈 谈和做的是70%的share 他们赚了70%我们赚30% 结果发现一个问题 他这个strategy把你们给弄死掉 就是通过投资200万人民币控股70% 所有的时候一个举手 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法做 所以在最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决定把这家公司 就是送头把这个公司送给了我的同事 我说没办法 我就到了北京去重新开始创业 但是那件事情对我的印象非常之深 直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我做任何公司 我讨厌别人控制 哪个道理的控制你 我想既然我讨厌别人控制 我从此以后办公室也不去控股 也不控股别人 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的CEO 应该是凭智慧 勇气 胆略 来管理这家公司 而不是靠控股 所以到了北京呢 我们在外经贸部工作了14个月 建立了整个外经贸部的这个电子商务的体系 我带了六七个年轻人到北京 然后变成了一家很profitable公司 但是在98年年底呢 我跟我的老板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我老板认为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 必须围绕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我认为呢电子商务最后的发展必须帮助中小型企业和私有经济 中小型企业需要电子商务 大企业它是需要电子 在那时候大企业做电子商务主要是因为 哎呀上市有个概念好了 因为竞争对手用来因为老板 所以这个方向不一样 第二呢我认为internet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老板认为这个EDI中心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EDI就是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就是个分闭的 我认为是开放他认为是分闭 第三个是我们最大的区别 我认为做任何企业 首先是要去帮助别人 创造价值 让人家觉得好跟着你 而他认为应该control 要死死地在住他这条线 所以双方观点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个观点 我后来这是我自己现在还在想法 老板总是对了 如果你要认为你可以改变老板 你要么做得比他大 要么你自己重新干过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重新开始 我记得我感谢我的团队 我从杭州带了六七个年轻人去 走的时候其他人我不带 所以这六七个年轻人说 我说是我把你们带到杭州 我现在准备回杭州去创业 我坚信中小兴起 我坚信这个开放 坚信互联网 所以呢你们愿意 留在外经贸部 收入很好 job very secure 你们可以干下去 还有一种呢 加入雅虎 那时候杨志愿他们刚刚进中国 然后新浪刚刚开始 如果加入他们一个月两三万块钱 应该没问题 我打电话推荐 还有就跟我回家 我说我回杭州去 在我们家上班 在我的apartment里面上班 反正这个工资一个月五百块钱 你们住的房子必须离我家五分钟的步行 然后呢 这个每个我们十个月以后 如果不行了 大家一起去找工作 对不对 我是没办法 反正我想试一下看 这个反正整个条件开给他们 我说你们想三天以后告诉我 所以把他们赶出我的办公室 然后三分钟以后 这些人回到我办公室 说Jack 我们一起回家吧 然后这批人回到了这个 跟我一起回到了杭州 然后在长 离开我们北京工作了十四个月 没有去过其他地方玩 最离开之前 我们在长城上面玩了一趟 在长城上面 我们这些人就像发誓一样说 这一辈子要做一家中国人创办 全世界感到骄傲的公司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就是想证明互联网 电子商务会对中小型企业 会对中国和亚洲经济做是贡献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冷的天 有一个人在长城上面 还嚎啕大哭了一场 说凭什么我们都做得不错 然后再开始从零开始 那没办法 原则第一 不许问父母借钱 不许问朋友借钱 所有的人备好十个月的这个 房租和有那个 那个吃饭的钱 我们把钱放在桌子上面 凑出了钱 这是我们第一笔钱 所以为什么不许问父母借 朋友借 我觉得年轻人创业 愿赌服输 我不希望有一天他父母说 哎呀马云你把我的退休工资 给弄掉了 这个就不好意思对吧 所以大家都是愿赌服输 所以我们这个十八个人抽了五十五十万人民币 就开始这么就开始进入了阿里巴巴的发展 所以这个整个创业的过程上 我今天很感谢 这些同事 十八个员工 创事人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离开公司 有做的不错 也有普通的员工 你跑进去你根本看不见 他们是一些这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为止 还是一年一度吃一顿饭 大家讲讲 每个人就是阿里巴巴的这个企业的文化 特别是这个创业者的文化 是我非常感慨 那时候我才觉得最担心的是 共患难容易 共富贵难 所以我们经历这么多还是不错 我觉得一个领导 只有三样东西是最关键 一是眼光 第二是胸怀 第三是实力 任何人